哈嘍大家好,我是賈斯伯 我今天本期的影片來講一下特斯拉 看一下特斯拉 因為最近有一則消息 是講女股神KC5 自9月初以來 已經在賣特斯拉 但是他是分批賣 慢慢賣 然後呢 在本週 他又賣了2億美元 就短短這幾天 又賣了 所以呢 這個記錄線圖我就帶大家來看 然後同時配合他買賣的一個成本 來看我覺得應該很清楚 我們就開始吧 提到這個特斯拉 我差不多在兩個禮拜前的時候呢 那個時候 差不多是在1000 1000到1200 我那時候有做了一個特斯拉的專題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他不要這麼快 各位 如果說你今天要買的話 你應該是買在六七百塊 接近季見的附近 對不對 你不要說等到1000多人 你才追進去 對吧 我這個影片 各位 新粉絲有機會可以去 看一下前面是不是這樣講 然後 但是 說真的我不知道 特斯拉 那個 Elon Musk 他賣 然後 KCW他賣 因為呢 我兩禮拜前 講完這番話的時候呢 結果不到一個禮拜 特斯拉 那個Elon Musk 就說 喔 翔姊兒太極啊 他弟弟也賣啊 他自己也賣啊 然後呢 這禮拜 KCW他也賣 所以 很好玩 是不是 Elon Musk 跟那個 KCW 他們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所以說聽到我這個話 他們就開始賣 其實也不是啦 各位啊 用肉眼就可以看到啊 漲這麼多 追在這邊 那不是等著被主力到貨嗎 對不對 那後來 他們這兩位 都是大機構 大金屬去賣的話 那說真的 不賣一個韭菜 不趁這個時候到貨 難道等著過年嗎 各位請看一下 下面那個框框啊 我裡面寫 主力買 賞戶賣 然後 我同時下面有兩個箭頭 因為 差不多在幾個月前的時候呢 差不多7月份 8月份 我那時候就做影片啊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說 特斯拉 如果說你真的有興趣你對他 未來有信心的話 那你就買在基建附近 然後你 這個停存點 好比說百分之10 對吧 但是後來他會長這麼兇 我沒有想到 我當時的想法是 哎呀他能夠 挑戰前高點 差不多800到850 那應該就差不多了吧 我自己是完全沒有想到 他要漲到1200 然後同時當 Elon Musk 成為首富 是我也比較意外的情況之下 總之呢 你要買的話 你應該是買低檔 賞戶買 然後啊對不起 主力買 然後賞戶賣 這才是贏家嘛 那現在漲到10001000多 對不對 然後你看 他現在震盪這麼大 甩轎嘛 一直出貨出貨出貨 當 主力在收貨的時候呢 都是溫溫的溫溫的溫溫的 不會去打草精神 但是等到高點的時候呢 主力到貨就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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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然後賞戶 接著很開心啊 韭菜嘛 主力到貨 主力到貨 然後呢賞戶追高嘛 KC物啊 近期平均 賣出的價格是在 1152 所以各位可以看喔 我畫那條黃色的線啊 黃色的線啊 對應的就是 1152塊錢 所以呢 很高呢 算是 他當然 他也不可能賣最高點 所以我這邊一再跟大家強調 你不要想說 你一定可以買最低賣最高 這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你只要買相對低賣相對高 你已經妥妥的人生贏家了 所以你看KC物 他賣這個點 雖然不是 那個最頂端的 1200多 可是他賣1152 也算是非常非常 非常的漂亮 那麼一個禮拜 不是一個禮拜啊 棒的禮拜啊 就這幾天啊 套現了2.1億美元 然後KC物自9月初以來 到現在多次分批賣出 然後 總計呢 已經賣了21億美元 當然 他的基金啊 最大的持倉 還是特斯拉 但是呢 我可以想見 KC物他的戰法就是 他在低檔的時候收了一大堆嘛 他這幾年都一直在中間特斯拉 然後呢 高點 就慢慢賣 賣一點賣一點賣一點 當然 21億美元 看起來好像很多 說不定他有幾百億在裡面了 對不對 他就賣一點賣一點賣一點 所以 各位 我覺得這個圖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教學範例 因為可以study 你今天 是主力 你今天是散戶 那你會去賣低還是 賣在低 賣在低 還是 賣在高 對不對 想想嘛 肯定就是 低點的時候呢 主力收穫 然後散戶一直賣一直賣 因為就覺得沒信心 在高點的時候呢 主力就一直到貨到貨到貨的散戶 然後散戶呢 就接啊接啊 好棒啊 1200啊 很快就3000啦 然後 現在呢 只要追在1200 今年就單車摩托 明年就南保堅尼 都是想的很漂亮啦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覺得今天影片雖然說短短的但是 我個人覺得蠻有教學意義的啊 因為呢 KCW他會選擇在這個點賣 他為什麼不是在600塊賣 他為什麼會在 1152賣 我覺得光是這個點啊 這個時間點 你就可以知道 他們今天機構 在操盤的時候呢 是怎麼一個方式嗎 肯定是低買高賣低買高賣 這也是一個股票本質啊 你股票本質 你就是一定要先注重你的安全邊際 所以說 像巴菲特 如果說 今天股票不夠低的話 他基本上不會進場 對不對 那當然啦 像KCW或是說 Elon Musk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像巴菲特這麼有耐心 一定要等到2008賬大崩跌的時候才進場 他們可能在一個 相對低的時候呢 就開始收 然後相對高的時候 就開始出 然後去賺那個波段財 100%也 也不錯吧 600塊 變成1200塊 也是很厲害的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支持 收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